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片讲述了山西在外一堆恋人之间错综复杂 横跨17年的犯罪爱情故事主演有赵涛 廖凡 徐生等 这部电影在电影节上播过 目前评价还蛮高 相信会有不少观众喜欢 除了上面两部刘国庆明的小说改编的悲伤逆流成河 观景指数也多高 虽然演员赵英博任命都偏年轻 流量来说也不算一线的 但小说改编本身就有相当大一部受众 没看过小说但我看了下剧情简介 本身有一定的话题度 拍好的话相信会吸引不少观众 除此之外 阿兰乌大片《胡胆追凶》 相信也有不少观众想看 时隔多年胡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再次上线 还是斗恶 不过故事更加虐心 感觉设定跟城路内部英文对决有些类似 都是为了保护家人 然后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四部 这周还有《冷战时代》 《哥斯拉》 《怪兽行星》等等等等 名字就不一一打出来了 反正想看电影院还不一定有